枪枪三原形 扎老师也是从美国这次刚回来吗 就关门完了 开门我一放心就回来了 对美国政府关门 你赶上了 对对对我赶上了 这什么奇观 实际上就是说这都是也是媒体 在那大肆炒作 可是在那个最热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自己家里边出去看红叶 然后顺便带女儿 就我女儿高中毕业要考 要申请大学去看看各校园 你去这些小城镇 什么各位看 各就各位 其实底下的日常生活 并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但是当然了就是说 和直接跟联邦政府有关的这些部门 比如说你要正好旅游去看大峡谷去了 那对不起关门 因为他联邦政府的这些有关部门 或者要打流感针了 那些人着急了 说可能快那个疫苗快没有了 除了这之外 其实一切照常 而且他也不是第一次关门了 但是相关的议论还是挺多 就像我这个工作的这个大学 我这研究所的这个大学 那是个左派传统的 就基本上都是支持奥巴马民主党的 里边就有一个说法 当然这次普遍的民调 都是抱怨共和党太极端了 反对这个奥巴马 一保 但是也有一些人议论就说这背后还有一个种族问题 他就借这件事 本来就看你这个黑人总统 他就是看不惯 看不顺眼 这些共和党的极端的 他就要挑 但是又 现在毕竟是一个政治正确的时代 他又不能直接说这件事 他就借这个医保问题爆发出来了 你看这些 因为这些还是要照顾穷人们 大家都可以看病治病等等 反正各种议论还是有 但是实际上 你在日常生活层面上感觉不到特别多的 咱们倒是这个没关门 但是咱们经常有情况 惹起一阵阵的这个议论 最近都在聊这个谁啊 纪剑叶啊 这个纪剑叶 这名字说很有意思啊 南京的这个古称是剑叶 剑叶 继继剑叶 您听说什么议论了 不是 我对剑叶的具体情况啊 我不知道 他们说这好像是一个 我说错了 你们随时纠正啊 他是一个非常强力的强势领导 没错 强人式的 就是说是走到哪儿啊 这个什么 说砍树就砍树 说拆访就是拆访 没错 就是说当市长的时候管书记的事 当书记的时候 管市长的事 可能是 这个呢 就是从中国文化上来说 他是犯了大忌 怎么讲 就中国文化是 他是提倡一个人要 要 要 谦 谦 谦虚使人进步 一骄傲 您就落后了 要谦和 要退让 这个有一点 但是我还想到一个什么问题 我不知道我这是不是 就是过分的联想 就是咱们中国对建设这个词的了解 对 因为咱们现在强调的就是咱们是建设 这个要是最最通俗 最最最最最初等的幼儿园的理解 建设 你就是盖房子 哎 盖 到处盖房 那没地盖了怎么办 拆旧房子 对 这第一点 这关于对建设的理解 我们很少想到 比如说是什么 通过这个运营机制的改变 这方面能有什么建设 这和比如说英国就不一样 英国他把这保守放在前头 保守就是保护 继承和保护那些好的东西 那么建设是在这个保守 保守好的东西的基础上来建设 所以保守派 咱们过去是个贬义词 我们认为非常贬义 哪有人敢说自己是保守派的 这是一个观念 还有一个观念就是新跟旧 这个我印象最深的呀 是我这个50年 51年的时候 当时组织党员干部 学习过苏联的共产党人杂志 就相当于我国的红旗 他由苏共中央办的机关刊 他一个杂志的一篇专论的题目 新与旧的斗争是社会主义 社会的主要矛盾 新代表社会主义 旧代表资本主义 封建主义 反动 服求 所以我们的很多口号也是 苦战三年彻底改变面貌 新 可是彻底改变面貌很可怕呀 几千年的伟大中国面貌 你有一彻底改变 你认不得了 找不着中国了 整容了 这不行 你光整容还行 整容不叫彻底呀 平常又彻底整容 这将脸就不要了 灵魂深处爆发革命 所以我就从季尖叶身上 我觉得这样的人 他为什么他能够吃得开呢 因为他就是 劈里啪 他真给你改变面貌 他上哪去 三年以后 你一干这 不认得了 可是这准是好事吗 我觉得 我从这个意义上 我对这有所反思 我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 说把南京的好多 什么法国武童都给拆了 最后南京市民 都闹到了一个事件 南京市民就保树运动 最后好像还给保住了 就是当时他要砍 因为要建什么地铁 几号线什么的 对 可是我当时八十年代 在南京住过的时候 最可爱的南京的街道 就是那梧桐树 它在顶上是可以交叉的 你可以在树荫下走 最主要的街道 都能这么走过去 可是我倒是您刚才说到 这个我倒想起来一个 就是说 其实这种人物 就是大刀阔斧 大干快上 不是光是中国的现象 它是一个现代化过程当中 初期的时候 一个普遍的现象 因为您说的 的确就是英国 是有这种保守的传统 可是你要 这就说法国 美国都出过 类似于比基建业 还要大几号的人 而且是历史上流明的 法国这个 拿破仑第三吧 时代有一个 叫Hausman 我们说他还最后 就是变成一个贵族了 他整个把这个 旧巴黎的改造 那就是修了多少 就百分之六十的巴黎建筑 据说都经过都改变了 修了大道 就这种部队网的什么 就是这种 一直通道 你能看凯旋门 沿路 他要拆很多的老城区 当时也是巴黎人骂 骂的 正经想 然后把这个地铁站 就是军队 一下据说后来 这个巴黎公社 很快被镇压下去 就跟这有关系 一下军队就能从火车站 一下通过这大套 开到市中心去 这以前都没见过的 可是呢 过了多少年之后 他这个也是毁育参半 纽约最著名的 一个叫做Robert Moses 这个Moses 也是就是在大萧条 这个三十年代 到六十年代之间 大改变 把纽约很多什么 这种叫做Parkway 就是他是要现代化的 就是把这个汽车修桥 修了很多大桥 停车场公路 使得这个 你可以从住在郊区 人开车进来 你讲这个 我是说那现在似乎就认为 他是对的是吗 不是 就是说后来 他最后到发展到一定时候了 这个老城区改造到一定时候 这个时候就遇到了抵抗 就是六十年代 又开始了一个新的社会浪潮 说还是要人 要小社区自然的生活 就是大城市的生与死 你知道那个女的叫Jacob 就开始这种抵抗运动 说你不能把城里面的 这些自然的小社区公园 然后这些公共交通 全部砍掉 他就挡住了 到建了 其实大部分已经 这个现代化的这种 汽车为主的这种规模 这种这种城市面貌 已经形成了 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大家再毁 有一个时间段 就说那还是一个大建设的时期 它还是有功劳的 因为你要上原来那种小区 它不可能就是说 有这么爆炸式的一个大城市 这么多人在里边怎么生活呀 对 而且到今天还有人怀念它呢 就说这911之后 你看那个叫什么ground zero吧 就是那个世贸 双子座炸掉以后 多少的这个建设计划 投标十年之后 就建设了一座楼 因为大家有很多的考虑 有各种各样的人进来说 这个不合适 那个不合适 就拖延了 它就变成在两极之间 要有一个正好 恰到好处的一个均衡的城市 生态其实是很难的 这怎么理解 这个 刚才 讲的这个呀 其实挺重要的 就是说 因为我也看过 美国这一类的电影 有一个电影 好像是叫 白玫瑰也是叫什么 就是说的 德克萨斯州 那是玫瑰园 多么美好 这个 然后就是在这发现了石油 然后就把这一片美好的东西 都毁灭了 变成了很恐怖的 这个一个石油的油田 你看这真是悲叹 其实这种主题 也是 齐克福的樱桃园的主题 那等于开发商 那个沙皇时代的开发商 把他这樱桃园 全砍了 它的主要的一个音响效果 就是不断的砍樱桃树的 这个声音 声音 所以就 这里头是说明一个问题 我们国家作为国家的政策 党的政策 是要走向现代化的 这是完全正确的 中国你要再不现代化 就麻烦了 就开出球技了 可是呢 这个走向现代化呀 并不是一个一帆逢顺的 直线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一个过程 在这个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 会造成很多破坏 是吧 会造成 会造成很多负面的东西 所以又得呀 您还得忧着点 您在一边 这个如火如土如茶的 走向艰难化 一方面呢 您该保护文物 保护城市的特色 现在还很可怕 就是你这各个城市 最后一线 以后全一样 全太太像了 是 就是前些年有一个 美国的一个建筑评论专家 他是纽约客 写建筑专栏的 第一次来来中国访问 我带他在北京转了一圈 结果他转了三天 看得非常仔细 第三天他告诉我 他说的 我对北京最主要的印象 就是这真相 休斯顿 我当时觉得心都碎了 就是这么一个东方古城 赚了这么多 而且我恰好是在休斯顿住过 这是我住过的 我最不喜欢的城市 真的就是那种 到处都是破碎的 都是高楼建筑啊 然后都是一个个 小郊区式的生活 那大房子盖的很高 里边大家烤肉 什么冰箱 一模一样 你出去没有任何这种地域感 对吧 地方就您原来说 那玫瑰园的都是 都在只能在怀旧小说里边看一看了 现在的这种 德州人的生活方式 跟所有全世界都一样 然后北京就居然让他 觉得像了休斯顿 而且我觉得他说的还真是 从专业眼光看 真是有道理 但是您说这个有意思 我就觉得这个美感呢 这件事也挺好玩 就是前一阵我们去加拿大 当地的这个华人呢 就跟我讲 那天我还跟他们讲 这个挺有意思 他说就是那个 在加拿大出生的 这一代华人的小孩 那个老华人呢 就说 说你看他们开始啊 就是不愿意说自己是中国人 这帮小孩 觉得这个没有自信 觉得中国这个不发达 中国太落后 说后来呢 我领着我这个孩子们回国了 去上海 去北京 他说这孩子们看完之后 哇 这么多高楼大厦 比加拿大可多多了 他们回到加拿大之后 就跟外国人说 我们是中国人 因为我们羡慕 加拿大的这个平房和空气 但是那儿的孩子 回到这儿 看见咱们高楼大厦 他觉得养我国威 也有这 这东西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 我之后见 心怀创意 让小小的梦想 为广袤的天地动力 有灵感天专家网 汇出光影中的天际线 架构恒久经典的伟大建筑 亚居乐地产 祝梦天下 星期六 凤凰卫视中完台 但是我是觉得 就是现代中国 是不是比较期待 这个有作为 大家都有这么一个评价 不要说得好极了 就是说有作为 你看像我们 像您说的这个 我能理解 可是我在很多地方发现 就是季建业这样的人 他能做出事情来 甚至他们有人 说的更极端 就说好人 做不成事情 好人每天想着 要保全这个 这个也很好 这个也很好 多多征求大家的意见 结果就看不出 什么情况来 我听说他那个上司 就姓朱的 叫朱扇禄 就是很书生气的 现在回北大 来当党委书记 说他在那 就是说是一个好好先生 没有这种大刀破斧的 这种这种魄力 他的确他就是 他没有破坏 但是他可能也没有 太多建树 就是说有作为 代表一种发展观 不是 他这个 这你要忘心的说 就是说恶 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对 你比如说 这个崔杨帝开这个运河 大运河 他可能不见得是 为了发展南北交通 为了他去玩去 为他自己玩 但是呢 他起了这个作用 类似的故事啊 太多了 他这个实用的观点 和这个 玩赏 或者可爱的观点 我 我这个 1982年呢 我就写过一篇小说 我就写 我就说这个 很多事情啊 有用的 它不可爱 对 这个 可爱的 它没用 一边一个小马 和一个拖拉机 这小马可爱 对 可是小马工作 不如拖拉机好事 您在弄村里头 这个 另外 胡适的话 他不是说有用 他说历史啊 往往可爱的 都不可信 这王国伟说 王国伟说 可信和可爱 他在两个之间 他没法选择 最后他自尽了 因为传统是可爱的 但是不可信 现代化 它是可信的 可信的 但是不可爱 对对对 它是王国伟说的 所以我就 这个 这个 这个山西啊 有一个城 这个 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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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存的最好 现在一切 给它恢复成过去 就是什么联合国了 又是这儿 整天人们去玩 没错 但是我告诉您 比如说 让您搬到那儿去 您绝对不去 您宁可住 那楼房的公寓楼 方便 您来个稍微大点的公寓楼 又有自来水 又有这个 这个什么 几个管 几个气的 我也不知怎么说 又能收听到凤凰电视 你跑平遥去 那谁给你 我去参观 觉得作为游客 我在那待过一阵 我都觉得寒气都 里边 它是那种暗幽幽的 大院子 然后真的是古色古香 真的是好看 但是不能住 我们已经变成习惯于这种 现代人的居住条件了 尤其中国是一个古国 你每天都碰到这种问题 所以这个 但是我希望 社会的思路 可以多样一点 至少这个舆论也多样一点 咱们舆论有一个问题 就一出来一个议论吧 立马 没错 三十分钟以后 全国统一 没错 所以饭跑跑全骂 没有一个人敢说话 问好一句什么话 你要说就骂的就是你 那就骂 当然了 你谁没事 吃饱了生的找那个去 或者有一个什么人 或者大家 都是全体一致 万一有点对立的舆论 那互相骂的狠的呀 比那个你要谴责的恶势力 还要谴责 没错 所以这个 就是在这个什么建设呀 这些类的问题上呢 成建啊 什么绿化呀 最好能够也 这个社会上 它有几种观点存在 平衡 所以你就说寄建业 这个我就不由得想起啊 就是过去啊 好像还是有这个 就中国的有一个 还挺高级的领导啊 我觉得他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他就说 比如说说美国那些个议会制 说中国要照那么搞的话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可能这么快 一件事情 讨论一年 讨论的都关门了 就这么逗 他说这个太消耗了 但是中国 你像寄建业这样 我就要盖大楼 盖公路 啪就盖起来 管你什么人大 同意不同意 哎 他倒有效率 而且现在也的确有点 不是有不同的声音了 我就看这次寄建业是 寄建业的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是就是说民间的反应 相对来说倒是比较客观 还是承认他在 至少在南京之前 那个任上是做了很多事情的 在扬州啊 还是在哪 在扬州啊 扬州昆山那边做了很多事情 然后但是对他这个贪腐 是和在南京这个 这么一个古城 这种做法太粗暴 是有有就是毁欲参谤 可能有轻举妄动的地方 轻举妄动 这种人往往是轻举妄动 我经常见到这样的人 就往往我就说啊 这样的人是能干出事情来的人 他啊 经常是激动不安的 然后呢 就从早忙到凌晨的 他跟人这个下属说话呀 经常是 就说把文件都扔在地上 然后要干事情 一来就是我一来 一年小变样 三年大变样 他是就说一定要有所作为 其实这像是一种人格 多动政的人格吧 一种人格 非常不幸 过去两百年的中国呢 就像是一个大型的战场 我们在我们土地上面 受到了各种各样的外来 入侵者的威胁 在我们土地上面 抵抗他们 打退他们 但是没想到这两百年里面 原来也有些中国人 到了外国 参加外国的战争 而且不是我们所熟悉的战争 这到底怎么回事呢 这个星期给大家介绍一下 海外战场的中国人 开卷八分钟 星期一至五 凤凰卫视中央台 对不起啊 我又想谈到那个话题 因为您又说了一次 就说到搞到关门的程度 我呀外访呢 出国访问呢 我碰到过两次 就是政府关门 一次是去意大利 意大利没产生政府来 有时意大利是最能够 没政府的 他可以俩月没政府 有一次是去日本 日本那次是 好像是两周没有政府 他的社会仍然井然 所以这个也值得我们研究 靠什么为职的呢 我的认为 第一 他分清政治家和公务员 所谓没有政府 就是政治家这儿 顶不下来的 但是那公务员呢 公职人员 该干什么干什么 是不是 您该收税 还得收税 您抗税 您试试 你甭管他那儿 总理产生不出来 都不要紧 但是你抗税 我就抓 我就该 该罚的罚 该抓的抓 交通一样 你交通的杠 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社会的管理机构 并不是由政治家来决定一切 他民间社会 决定政治家的东西 民间社会特别大 他小政府 民间社会是另一种了 第二 第二 我就觉得他的公司起的作用非常大 他为什么秩序 井然呢 大部分都在各个公司工作呀 城市啊 您迟到试试 迟到一次没准就扣多少钱 迟到三次算矿工 再迟到三次开除了 是不是 所以他你以为没有政府 你就可以干坏事 你可以随便胡来 那不行 所以咱们恰恰咱们中国吧 咱们说有这个民主法制不够的地方 但是中国同时还有无政府主义的地方 那要没人管乱了一个 我在美国呀 那是哪个大学 那就 那个 下一集接着说 下一集接着说 这个时候说点别的 美国哪个大学 这还是说说记建业 对 记建业 这人反正是个 是个人物 这是一个小说的主角 反正说啊 说是这个 现在查的是够狠的 说前八个月 最高检的已经是一百多个厅级以上 接着为您播出 西安国关文明启示录 以前这都是这样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